Dmob 貨源輪轉 全靠大眾化 A&F GAP 這些外國牌子 一間接一間打入香港 本地僵似乎捱打多 靚位又沒了 生意又少賣 全貨有積壓 前年收購潮伏品牌Dmob的永家 他們的執董CFO 一開波就說 IT是我們學習的方向 根本你的租金不高 你是沒什麼機會讓你犯錯 一販賺貨 拿了你5-6% 你已經無錢賺 那你一manager到貨幣 那你便盜費 加上重新定位 不再做高度 下一步就是大力發展自家品牌 人的衣服不再欺負人穿 多些人可以買 做大眾化市場 都要懂得管理庫存 Fashion生意才做得住 接手一年多以來 加快供應鏈流程 改革傳貨制度 現在每季貨分三次入貨 寧願不足夠再補 傳貨水平 由過往最少六個月 變三個月 而且 租金佔收入三四成 沒有效率真是賺不到 前年 他們虧損 去到去年才收支平衡 但今年想賺錢 未必可以